如果扶苏可以继位 秦朝能否摆脱速王的结局 这样的假设很有趣 但要回答起来却很不容易 近年来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很多 但大多数的回答都会归结于一个关键词 制度 秦朝之所以短命是因为全面制度改革 也就是步子卖的太大 扶苏能否继位 对秦朝的结局影响并不大 但制度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 简单的将问题的答案归因于制度 是不负责任的 无论历史的进程是精英推动的 还是人民推动的 归根结底都是人创造的 所以今天我们将视角放在具体的人身上 来分析一下 如果扶苏可以继位 秦朝是否会国座绵长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汉朝为什么不是短命王朝 如果按照制度量的说法 那是因为汉朝吸取了秦王的教训 采取了郡国并行的制度 所以才避免了二世二王 事实上汉朝之所以采用郡国并行的制度 那是因为实力所限 流氓打败项羽靠的是诸侯联盟 他更没有移敌众的实力 所以不得不采用郡国并行的制度 汉朝之所以能稳住 靠的是旅后出来镇住了场子 这个话题以后可以专门展开来讲 我们说回正题 秦朝开国之所以没有采用郡国并行的制度 那是因为没有必要 史记中说 秦父十倍于天下 秦国的实力完全可以以一敌六 所以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秦朝为什么会灭亡 其实无论是陈胜吾广 还是项羽流邦 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 楚国 没错 他们都是楚国人 楚随三后 王秦必楚 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 只有楚人有能力打败秦国 为什么 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楚国一样 树大根深 实力强劲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如果没有楚国 单靠三晋燕齐这些国家 基本成不了什么气候 秦朝一个二流的将军张寒 带领一帮绿山的囚徒 都能玩虐这帮渣渣 那么如果扶苏继位 能缓和秦楚之间的矛盾吗 能 这就要说到秦国朝堂背后的政治势力 从秦朝向王开始 楚国贵族就掌握了秦国的后权 也就是外戚集团 甚至能与秦国本土贵族分庭抗礼 比如宣太后 华阳夫人 昌平君等等 而且他们还能左右秦国的进位权 比如秦朝向王 就是靠华阳夫人才上位 如果秦国是一家公司 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的说 楚国贵族 至少掌握了秦国三分之一的股份 而扶苏的母亲 正是华阳夫人 清点的楚夫人 她身上留着一半的 楚国王族的血液 陈胜无光起义 诈成公子扶苏项燕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一个秦国公子 一个楚国将军 八杆子打不着啊 那是因为在楚国贵族的心中 本该是我们楚系的扶苏来继位 结果却让一个胡女的儿子 捡了便宜 本该是我们楚国人的东西 是不是让别人给夺走了 相比而言 扶苏的继位一定可以缓和楚国的反抗 而胡亥则毫无根基可言 其次我们再问一个问题 曾经战悟不胜的秦军去哪了 王黎手里的20万边军 加上张寒的20万大军 怎么就为项羽的楚军 打得一败涂地呢 这其中当然不能排除 项羽超凡的军事才能 但这一战 秦军的战力确实不尽入人意 史记记载 与秦军域 九战 绝心有道 大破之 楚战士无不移 当时为什么 人心 自商鞅变法后 秦国行军功绝制 军事武功成为最主要的晋升偷盗 列任国军 无不熟人军事统一 所以秦朝未来的国军 也当深谙兵士 相比胡亥这个 没有任何军事历练的小毛孩 扶苏在北方苦孩之地 历练多言 有着很高的军众威望 从这点可以看出 史皇帝的用心良苦 对于一个 没有任何军事威望的毛孩 又能真正指挥得动多少人 所以说国内掌军 看看危机南北朝 多少小皇帝被干掉 就能明白这个道理了 事实上秦军被项羽打败后 损失并不大 主要还是因为张寒的投降 所以如果扶苏能顺利继位 虽然不能保证 秦朝可以国座绵长 但至少是可以免于受亡的 不过历史最大的无奈 就是研究课题的永远趋势 我们无法重现 更无法用实验来证明假设 以上也只是分析与猜测而已 最后提出一个问题 扶苏到底是怎么死的自杀吗 真实的答案也许会超乎你的想象